我剛剛講到政府各部會 最近一些因為頻頻失火 好像粗暴的狀況 還真的不少 那尤其是我們之前 剛好盛主委在這邊 我就想說 之前的那個夢想家 音樂劇 燒了兩億一千五百萬元 然後今天呢 有一個公務員 他投書在自由時報的那個 那今天我就請製作單位說 把這個公務員的投書 特別印出來 他的標題是 夢想家燒錢 老阿嬤挖韓吉 其實這個標題我大概講說 因為前幾天我看到一個新聞說 當時彰化大城鄉 有幾個六七十歲的阿嬤 有一群阿嬤呢 他們要為了去那個鹿港 採收那個韓吉 結果他們就坐在那個貨車裡面 沒有防護設施 沒有防護門那個貨車上 結果不幸發生車禍 在途中還造成一死十二重傷 十二重傷的一個慘劑 這樣的一個狀況 對照下來 那些老阿嬤六七十歲 他們去打工 一整天下來 從早上七點採收到下午五點結束 一整天工作九個小時 一個小時就算一百塊實行好了 了不起一天才九百塊耶 還不到一千塊這樣下去 可是呢 我們可以看到政府 因為今天文件會主委在這裡 我等一下想請教主委幾個問題 因為你看到夢想家 兩億一千五百萬元這樣子燒 政府任意的燒錢 可是呢 阿嬤卻要拼命賺錢 拼到這種採韓吉的時候 還會發生車禍 命都丟了 那老百姓怎麼會忍受 當然人會不爽 不爽嘛 因為你政府是這樣子對待 如果說你能讓像我們之前討論過 老農津貼 能夠這樣三百一十六塊還编那麼少 能夠整肅給人家 老阿嬤為了賺一些錢去採收韓吉 連命都丟了嗎 當然是沒有辦法嘛 所以我覺得說在這個情況之下 反差那麼大 當然會引起社會的反感 再加上剛好這兩天 也是剛好民進黨還有提出一個新聞 有講到說 我們之前知道說 那個夢想家這個音樂季 花了兩億一千五百萬元的預算 結果呢 因為當初在這兩天兩個晚上的表演當中 要動員一百四十個表演的一個人員在裡面嘛 結果呢 台灣的那個台體學院 就在台中他們那個舞蹈系學生 他們有去參加演出 有六十個學生加上八個那個指導老師 總共六十八個人 結果他們後來看到新聞花了兩億多元 當初他們以為是去一演的性質 然後也很興奮的 然後集訓了一個月 然後甚至兩度包遊覽車北上參加彩排 因為呢你算一算 跟當初兩億一千五百萬元 整個夢想家這個標案的收費的話 你可以看看 光是佔那個六千零七十九萬元的那個製作 及管理那個費用 只佔它1.1% 然後佔整個夢想家 兩億一千五百萬元這個 整個標案的比例是0.39% 未免不成比例了嘛 難怪會質疑說這些師生被壓榨 剛剛跟主委聊到說 這幾個案子 那其中像這個夢想家我們知道 這幾天大家最質疑的就是 兩億一千五百萬元你怎麼算的 然後為什麼是十一個標 拆成六個限制性招標跟五個公開招標 其中比如說六個限制性招標就高達一億八千萬元 那招標裡面招標案這個 第一個問題我就要請教主委說 像這個招標案當中 你這個細節細目能不能公布 你遲遲不公布 是不是因為魔鬼藏在細節裡面 比如說你將燈光跟舞台設計 同樣編列在這個三千九百萬元的創意設計 標案當中 但是同樣的瞑目 你為什麼又出現在六千零七十九萬元的 這個製作及管理這個演出的標案當中 所以這十一個標案 兩億一千五百萬怎麼算 能不能公布呢 第二個就是剛剛講到這些學生 你當初發包給廠商 下游廠商你有沒有去追蹤 瞭解這些學生的狀況 為什麼這些廠商都不管 然後學生付出相對的勞力和心力去表演 為什麼只得到這樣的一個代價呢 第三個問題就是 之前我好像看新聞也有聽到主委有在講說 好像跟這個負責人 這個這次夢想家整個總指導的這個 這個賴聲川導演不熟嘛 好像只見過兩次面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民進黨後來能夠公布說 主委好像你跟賴導演在歐洲喝咖啡 被拍到那個照片 那你怎麼會跟他約在那邊 好像很熟的感覺 然後呢之前好像有文建委有提到說 其實導演很辛苦 他花了兩年的時間籌劃編劇跟排這個 準備這個夢想家音樂劇 花了就是所以給他一百二十萬元的導演費 已經算很低了 但是呢我們知道 我們上次有講過創意設計標在去年十二月 就在準備決標三千九百萬元給這個單位了 為什麼這個時間上都不攏 他既然花了兩年時間 怎麼去年十二月才知道這個得標呢 還有今年四月這個 四月底才知道上網要公開招標這個音樂劇 這個時間性以及主委 你跟這個導演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會讓人家產生那個時間對不攏的一個前後矛盾 好那主委今天非常歡迎你到我們節目來做成績 我覺得你也非常勇敢 好但我們這兩天不要討論過很多了 剛剛金平其實點出三點是大家比較有疑慮的 當然第一個就是 為什麼這個錢花這麼多 這個一個活動花兩天的時間 居然燒掉了兩億一千五百萬元 而且這個戲目真的是沒有辦法公布嗎 我想謝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 我今天因為其實大家想說 剛剛金平光問問題都已經問了這麼久 那我嘗試用最簡單的方式 因為你不可能給我那麼多時間 可是我會盡量把你們的問題都回答到 我首先大概我分幾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說 我覺得對藝文界跟對一般的觀眾來講 當你們看到了說好像 怎麼一個音樂劇花兩億多的時候 那種有反彈尤其是藝文界 我覺得藝文界平常申請經費真的是不容易 那覺得說怎麼會一個製作花這麼多錢 我覺得這種反彈我覺得應該是理所當然的 反過來如果我今天不是在這個職務 我知道這個過程的話 其實我也會反彈 我聽到有這樣的一個製作花錢的方式 那另外一個問題說 如果民眾看了以後覺得說 我覺得不好看耶 我看完以後覺得不好看 那你們怎麼花錢做了一個不好看的東西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要去檢討 就不管怎麼講說 你今天做了這一件事 然後大家有了一些這個爭議 有了一些負面的聲音 我們都要去道歉要去承擔 你對於說你今天要利用這個場合 就是說如果今天外面有一些非議 今天如果花了公家的錢 做兩樣這樣的東西 如果社會不滿意 有很多爭議的話 你作為一個文件會的主委 你是表示歉意 當然當然 我覺得我們做的事情 大家覺得內容做的不好 這個我們當然要承受 就這個是我們必須要表達歉意 我們要道歉 而且不一樣 等一下我要問的是說 他們今天講法是說 你們現在等於說 今天在搞國慶晚會的這批人 跟Ting Out是同一批人 是同一個利益團體 大家繳獲在一起 大家等於說吃湯喝肉 吃肉喝湯 來大家共享 你特別保證說 今天在Ting Out做的這些廠商 跟你今天在國慶晚會做的這些廠商 是不同的廠商 而且國慶廠商這邊 你剛剛講的 跟賴勝川也沒有關係 那是一個獨立發包 獨立評審的結果 是這樣子嗎 對 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講數字 有11個提供設備的廠商 燈光 音響 舞台 服裝等等 那11個裡面有8個 都不是Ting Out的得標廠商 那有3個是 3個裡面有2個 也很清楚 他們是台灣最大的 像那個燈光 是鼎益星 它是一個最大的燈光廠商 它是用最低價得標的 它是一個獨立產生的 那我講的這個東西 既然都在螢光幕前面講了 這個完全可以受檢驗嘛 那他們像得到 所有的金額裡面 最大的一個 是舞台的廠商 它的那個舞台標就5600萬 兩億裡面 它佔5600萬 他跟賴勝川 上一次合作過一次的劇 是在十幾年前 坦白說他們兩邊 並不對 互相看對方 並不是很順 很順 從來十幾年也沒合作過 那不過主委 其實大家就那個戲像 大家會弄個菩薩薩 簡單問一下就是 為什麼兩天 表演兩個晚上 居然要花我們人民 兩億1500萬 這點我就要跟大家報告說 我們為什麼去籌備 這個國慶晚會的 後面的規劃的想法 其實我們去年 接手這個工作以後 看今年民國100年 整年的活動 現在政府給的預算 大概是17.88億 整年的活動 加行銷宣傳 加活動 大概有三四百個活動 可是所有的活動裡面 最大的就是兩個了 一個是去年的 跨年的國慶晚 跨年的慶典 就是大家和平公園 那個有很多煙火 那個在水幕 那個地方 在水上面表演的那個 那是一個大的 第二個就是國慶晚會 因為這兩個是 一年裡面最大的兩個日子 一個是進入100年的第一天 一個是國慶 這兩個日子 我們都 兩個都是給兩億左右的預算 就是說 它就是在17.88億 當時做這個預算的規劃 這兩個活動 就是以這樣子的預算去辦 那你的大家和平公園 是誰做的呢 是林懷民 所以 那個活動是林懷民老師做的 那個活動是林懷民老師做的 那個活動晚上也是花兩億多 也是兩億多 那你現在國慶這個是誰 也是兩億多 這兩億多 也是兩億多 可是不是說他們個人拿這麼多 我想也要幫他們講清楚 我剛剛講是說 像賴神川他個人拿120萬 他是 可是其他的是燈光音響舞台的廠商 他們是分開的標案 並不是說 我說還好我去年不是說把一個案子交給他們 讓他們去分配 那那樣子我就 這個是講不清楚 對 不好意思 就是說 好 那就算說你在去年大家和平公園 那個是大家廣受好評的喔 煙火大家覺得很漂亮 隨武 季曉君跟他媽媽那個唱歌 非常感動人 花了兩億多 我們知道那個是花兩億多 這個賴神川這個也是花兩億多 那我們要問說 那這兩億多是怎麼樣定出來的呢 對 對 就是說一方面是我們從17.88億的總預算 我們去分配說 今天兩個最大的 應該怎麼去算 我們也參考了 其實台灣這幾年辦過幾個大活動 從這個高雄的市運到聽澳到花博 幾個大活動 他們的總經費 像市運是130億 那聽這個花博是140億 我們也去看了他們裡面 有關於這個行銷啦 轉播啦相關等等的費用 跟他們辦大型活動的費用 其實表面上來看 市運好像是這個一億四的開閉幕 其實它有一些跟開閉幕有關的 它是分開的標案 不是說單純這樣一億四的這個花費 所以我第一說 我們然後聽澳的這個開閉幕是四億多 所以我們是看了幾個大的活動 所以這個兩億是這樣子分配出來 不是說憑空說我們突然 大家都不知道我們這邊突然弄一個兩億 那我最後還是交代一下說 比如說賴神川跟我的 對啊大家現在質疑啊 因為大家問說 為什麼這你辦的活動 都是賴神川 像你回到這一張 我就真的要報個區了 因為這個是根據民進黨開的記者會 他說花博也是我補助的 我前幾天他們開記者會以後我才知道 我原來是花博的開幕總導演 這個就是完全子虛烏有的亂講 花博在辦的時候 我已經離開市政府一年了 所以花博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而且他們還 你這裡還少做了一個 他們還說台灣燈會也是我發包的 台灣燈會是苗栗縣政府辦的 是交通部觀光局出的錢 這個每一年在不同的縣市 他把所有的張官禮貸 通通放在我的頭上 我說這一點說 所以我真正辦了 我真正辦了三個大型活動 聽澳 跨年的晚會 跟這個夢想家 那中間那個跨年是林懷銘老師做 那聽澳跟這個是賴神川做 那我當初 你就問為什麼去找賴神川 為什麼 三個兩個也很多 那我在辦聽澳之前 我完全不認識他 那我也必須 既然事到如今 我也就坦白講 其實當時我找了三組不同的人 希望他們能夠考慮來做聽澳 我去問了李安 你找了李安 我找了李安 今後你找李安 然後他基於時間跟他在紐約的考量 我們第一聯絡了李安 我們也聯絡了林懷銘老師 對 林懷銘老師 那他們基於他們的檔期跟時間安排 他們都沒有辦法做 這個事情 我今天敢這樣子講 也都是可以查證的 所以後來賴神川導演 他一開始他也是推辭的 後來他願意做了以後 我們開始有了這個工作關係 那至於說 民進黨弄了一個照片 那個是在布拉格一個開幕酒會 我們分別受邀 他受邀去做一個演講 我受邀去頒獎 在一個開幕典禮上面 站在我們中間的是 中華民國住在捷克的代表 大家舉著一個香檳酒的杯 在那邊敬酒 我覺得這張照片是到底說明了什麼 我跟他就是一個這種工作關係 我們平常不是 甚至於還不是一種平常沒事 會約出來見面吃飯的朋友 好 那謝平 剛剛主委有提到說 因為今天大家最氣氛的是什麼 最氣氛的就是 你怎麼可能兩天晚上的晚會 花掉我們人民兩億 一千五百萬 我們看到很多義文界的人 跳出來說 那個讓他們下半輩子 完全不要做別的事 都花不完的錢 可是剛剛主委講 原來我們這幾年 在台灣辦的大型活動 一個晚上的晚會 一個晚上的活動 就要花上億元嗎 主委 我支持義文界 表達憤怒跟反彈 我也支持一般民眾 表達不滿 抗議 最後一個問題 剛剛你沒有回答到 就是 今年這些標案 是明明在今年才開標的 可是你怎麼會說 賴森川已經準備兩年多 不是說賴森川兩年前都知道 這個標案 那不就已經大家都講好的嗎 這個太容易解釋了 因為我剛講過 只有這個標案 創意的這個標案 是指定的嘛 所以指定的流程一定是 你先去請教他 你願不願意做 你願意做了以後 他們的團隊還要寫一個企劃書過來 行政單位再根據這個企劃書 再擬定這個契約書 再跟他來簽約 所以這個過程 他就已經在發想了 他已經思考說 因為我上任差不多兩年了 我是一上任的時候 我就在籌備這些事情了 就去請他 所以說他差不多 有工作兩年的時間 是這個意思 他已經答應了 他開始發想 所以他是先工作 先去發想 然後後面才會時間差 一定是這樣子來的 好 不好意思 就是我覺得 如果大日子都好過的時候呢 你這兩億千五百萬 我覺得大家也不會覺得很生氣 如果說照你所說的 那個跨年晚會 我看那天晚上我有看 我蠻感動的就是 那樣的一個水木 齊小君跟他媽媽 我沒有想到齊小君媽媽唱歌 唱得這麼樣的好聽 我也有一個感動 那個兩億多 我覺得花得值得 可是那個夢想家的 那種表現的方式 跟這個價錢 我覺得中間有一個落差 還有老百姓真的生活太苦了 所以我們曾經講 耳之縫禄 明子明高 當大家辛苦 非常賺錢的 非常辛苦的時候 看到這種錢 當然情緒就不會太好了 我們休息一下回來 謝謝大家